真实的清末民生百态,真实的清朝妇女穿着黑白花裤和一双三寸金帘,裹小脚中国古代汉族女性的一种装饰习俗,起源之初仅仅是将女子的矫缠的纤细以体现美感,且仅限于少数人。 明末至清朝时期开始在普通女性间流行,并逐渐演变成摧残女性的一种漏习,真实的清末民生百态,一对妇女的合影,身后的背景有很多结成段的木头,地上也有很多砍伐留下的木碎线,可以确定拍摄地点,应该是一个伐木现场,从妇女两人的穿着,可以确定她们家庭条件很好,女孩没有淘掉封建漏习的摧残。 穿着三寸金帘,真实的清末民生百态,街上卖江的老汉河逛街的人,真实的清末民生百态,城墙下卖冰糖葫芦,的小贩和一位出门上宫的木匠,真实的清末民生百态,拿着长烟杆的满人妇女,身后的房间门口站着一位正在吸水烟的男人。 从庭院中的摆设可以看出来,这是一个贵族家庭,真实的清末民生百态,炎炎烈日下的推车人,真实的清末民生百态,两个乞讨的小乞丐。 清朝末年由于遭受盗列强的侵略,导致很多百姓流离失所,像这种乞讨的画面随处可见,真实的清末民生百态,表演杂傻的民间艺人,艺人在封建社会是一份低下的职业,在今天却是人人羡慕的职业,真实的清末民生百态, 一家破旧的旅店门口的两个年轻人。